今年的农历春节假期只有六天有不少的人都希望能够把握时间来出游 但是很多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出去玩却是塞在了国道上面 因此高工局特别公布了六大塞车的交流道 同时也特别宣布了今年免收费的期间是从29号开始一直到2月5号 每一天的晚上9点钟一直到隔天的早上7点钟 另外高工局也非常的细心 帮民众特别计算了这改成继承收费之后 国道的十大省钱路段 接着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 路上已经出现了返乡车潮 不过你知道连走国道也有省钱技巧吗 我不知道 我没算过不知道 民众普遍都不知道 今年过年是国道全面改成继承收费后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高工局也赶在这个时间统计出全台继承收费后最省钱的十大路段 省钱第一名是国道一号林口到五堵 从原本过路费80元 现在只要16块一口气省下64元 其他白河到竹田 土城到关西 白河到燕巢 园林到台南也都能省下60元左右 另外南部的云林 园林 台南 岗山部分路段也都能省下大约58块 但是会省到六十几块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今年已经不想当山高市公路了 尽管能省下雇路费民众还是心驾驾 因为要担心的不止收费问题 还有如果过年期间不想像我这样塞在车阵当中 那么走国道也要避开六个塞车路段 高工局统计全台最塞的六个交流道 分别是国道一号的五谷台北 还有国道三号中河土城龙潭大溪 一旦车流量过大就会实施 每小时放行四百辆的措施疏散车潮 同时今年不收通行费的时间也延长了 从29号开始到2月5号 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上午7点 过年期间想要出游返乡的人 不妨参考这些国道通行秘诀